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想探讨就是 佛教徒呢在面对这个内部结构上的这些丑闻 和外在复复外道的冲击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烦恼 我们的这个贪嗔痴 怎么样的被反映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课题 我觉得三大烦恼里面贪嗔痴 最大能够引起的所谓的正性佛教徒的烦恼 最大是吃 因为佛教徒不愿意接受那个真相 或是一个种科理化的理由去美化那个真相 所以以他自己的版本来接受 比如说我们讲那些内部的一些丑闻 特别是一些老师的新丑闻 我们就会以亲近观这样很美的一个词汇 把它合理化 把它深深化 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个死相 上司可能会犯错 老师可能会出错的 会有这个犯罪的行为 然后至于这个外邪 就是这种复复外道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愿意面对你自己的死相 你真的是由内而外的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复复外道猖狂的原因 就是因为内部红化的工作做的不够 而且复复外道真的有许多地方 除了他们的缺点之外 很多他们的优点是你需要自我反思去学习的 这一点我觉得佛教徒需要去突破这个东西 除了批判别人的不足或者是邪的地方之外 先要去学习别的好的地方 而且好的地方我们要做的比他们更好 我们这样我们就不怕他们有多好 我们总之是足够的 做的好的话我们就不怕 我觉得这吃是最主要的 很明显突出 就是我们不够智慧的地方 对我觉得吃 假如贪生是吃的其中一个定义 就是他对于那样东西的无知 或者所谓假如用佛教的语言无明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 就是英文就是aware 就是没有那个醒觉 他没有那个醒觉 就是内部已经出现问题了 所以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就因为他认为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要想办法 就是用一些东西把它盖上去 那么当然就可能在藏传佛教里面 就会用一些叫做所谓的静静观把它盖上去 那么就算在汉传假如没有静静观的时候 汉传或者有时候就会讲什么 就是他是生人他是出家人的 就是这种东西是不能到我们去批判还是怎么样 甚至就是当年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汉传法师也讲 眼睛夜障重 就是当做看不到 当做看不到其实这个就是吃的一种表现 就是我看到前面有个人在 就是我明明就是排队的时候插队 踩过人家的线 然后那个人在骂我的时候 我假装看不到 然后抬高我的头继续的在插 那么这个就是吃的一种表现 他其实不是眼睛夜障 而是他根本没有愿意把眼睛张开 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此相 那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汉传 这边是汉传佛学家喜欢做的是 批判复复外道大会 我觉得这个是当一个团体 当一个现象有内部的危机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弥补的现实 他会开一个大会或者开一个团结大会 批评对方 批评或者是比他跟不同的阵营的人的缺点 我觉得这样做是有他理由 可以团结一下团结一次 可是团结之后你鼓动那个世纪之后 你要拿那个力量来做什么 我觉得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不是每次自己有些危机啊 有些缺陷出现的时候 就开一个团结大会来批评对方 我觉得这个不是长远之计 最主要是内部要反省一下 其实吃 这根本就得要回去一个制度问题 我特别举出这个张传 我之前也提过的 张传可能有相当完整的理论跟教法 可是很可惜张传可能是他的制度出了问题 完全推崇 对老师的那种推崇 跟那个位置放得非常高 所以你是先天在这个制度上 已经让学子们 不得不完全依从 甚至是放弃了自己的警觉自信 所以这个是矛盾的 你学佛一方面讲要醒觉 要警觉 可是一方面对于这个 这个老师 这个所谓的上师 却无条件臣服 所以 我会觉得这样子 南跟汉两传 固然有他保守跟说法的问题 但里面因为他没有这么强调 那个上师无上权威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这么严重这样麻烦 但我觉得张传最大问题在这里 只是我可以讲 张传对老师的尊重 如果你们有真的研究 基本上任何一个少数教派 极端教派 或者师 物师 祭师 都同样的 我无意把这个张传的老师制度 跟其他的东西等同 但他很捷径 如果从人的心理来看的话 你这么 你这么 这个泪 这么结晶 你这么推崇那个传法者 学生有没有办法从里面获得利益 另当别论 很难讲 一人而异 但肯定这个组织 一定是充满误构的 我觉得战传佛教目前的问题 就是 我的确赞成的 自从说讲 是制度上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曾经跟几个 所谓的霍佛人不吉谈过 他们都认为说 这个人不吉的制度 乃至一些大伙伯 大人不吉 就是说应该要 要不嘛就是改革 要不嘛就是非除 讲了很讲 讲了很多年 可是他们还是在等待 上面的人来做 所谓的法王啊 比较达拉玛子的 来做 所以虽然他们认同到制度上的 不完善 需要改良地方 可是在改良的行动的部分 他们还是等上面的人来做 所以他们又先努力 同样的思想误局 就是相信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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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这种尊卑有份的那种 这种东西 所以还是不知不觉会漏入这个误区 这个地区是藏传佛教需要走出的一个误区 也就是 只会不够展现的地方 因为他们太 尊崇上师 就上身的话 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李源松 讲的对 现在才李源松讲的对 他说 先做学会做一个 现代的佛教徒 不管是修灭也好 修参与其他中华 现在学会做一个理性思维 然后懂得民主平等思想的现代人 你这个素养必须要有 然后才来学灭 学参与从中得到这个养分 要不然的话 你上时侵害你了 你都不懂 怎样去报案 怎样去报警 然后任由这样的现象 一直降下去 这个对自己对别人 都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而且就是也给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刚才可能有一些 有些人可能觉得 就是可能折中兄 或者学老兄 批判就是说 藏传这个 这个对自己的师父的 无上崇敬的这种制度 有那个问题呢 可能觉得他们会不会言之过重 那么也给大家知道 科补一下 就是在藏传呢 确实的文献里面 是有写到名 就是不能够让自己的师父 就是有一丝的那个不悦 就是他心里面不开 假如他有不开心的话 那么可能你跟你师父的 那个所谓的善灭业界 可能就会破了 破了又要忏悔啊 又要做念他们的什么咒啊 做些什么 才可以把这东西再补回去 而且那个假如是 叫做叛逆 或者是 毁逆这个师父 或者毁掉了这个师父之间的 这个三昧爷的界呢 最大的那个叫做 所谓的后果 这个是文献解 最大的后果是下 而不是单纯的下地狱 是下那个 也不是单纯下那个 无间地狱 而是下那个叫 金刚地狱 这个是藏传里面 藏传里面 特别标明这一个 东密我不确定 有没有标明这一个 因为东密我的研究不是很深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 藏传是有标明这一个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 在这一个制度之下 有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恐惧 无间地狱已经是很恐怖了 就是差不多就是无穷无尽 都是在那个地狱一直不断轮回的受苦 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无间地狱更恐怖了 就是叫金刚地狱 但是所以在利用着恐惧 而且放到这么大 时间又放到这么长远 的这种恐惧的影响之下呢 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呢 吃的现象会出现了 就是人很恐惧的时候 动物在很恐惧的时候 其实其中一个反应就是不会动了 吃的其中一个就是不动 看不到听不到 完全身体上没有任何的反应 对 这个就是那个吃的反应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很多的我们在批判某一个宗教的时候 我们说那个宗教极端分子 比如说他发动圣战了 OK 我们说这是少数例子 OK 跟他的教育没有关系 这是错的 所谓的这个极端分子 他跟他的教育 所以说他 比如说他杀人的时候 他在 引爆自己的车上炸弹的时候 他喊的字句都是他的经典里面有的 所以 从这边来看的话 所以我们说密教本身的一些批评 跟一些现象 不好的现象 跟他的经典 跟他内部的结构也没有关系 那好像 这种讲 绝对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我们必须要趁这个机会 内部检讨 反思 然后改革改良 要不然的话 就是会腐败下去的 所以这个是密教的信徒 藏传佛教 密宗的信徒 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你不能够再等待你上师 叫你下一步怎样做 你必须要自我反思 从你这边自我出发 或许是由下而上 集合一些力量 教上面的人 做一些结构上 或者是组织上的改革 改思 反思跟改良 我刚刚突然间听你们这样讲 我有一个这样的反思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积极的呼吁 密教的 就是藏传信徒要反思 其实某个层面上代表了我们的赤 我们的赤 我们的赤 我们这方面是赤的 你想清楚 在一个制度上要求徒弟 完全成福一师父的 你要这个徒弟怎么反思 他没有这个条件跟环境的 那你要伤失自己反思 既得利益者 有多少个历史上 他愿意下放权利的 而且他能不止下放权利 他能够把他自己的制度 完全改到完 重复到完了 你从藏觅 你不要有藏觅 任何传承到现在 你用一千年来算 有谁做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 我反而会不赞成你的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反而是智慧的展现 为什么呢 知道我们从这个 最近那个丑闻的例子看了 有11个 你比丘尼 叫我们写这个 叫做petition 对 已经有一个 一股力量 就是说 他已经看到 藏传佛者的不足 而是有名有分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 出名的比丘尼 这股力量 应该是说 他跟现代 现代社会 你的民主 人权有关系的 对 民主 民主 人权的 素养 可以慢慢入庆 很长时间 可能使到 这个教派 必须被改革 但 他跟我刚才所提的 我们呼吁他们的信徒 特别是 绝大部分 东方人的信徒 很难的 因为他们 他头跪了下去之后 他 他把头跪了下去之后 他就觉得师父 特别伟大 特别大 这个是马克思讲过的 你会觉得伟人特别伟大 是因为你 跪在地上看他 这样简单 我觉得 不外是一个好的开始 至少有一个开始 一个觉醒的开始 总得有一个开始 对不对 因为刚才 Sherab所提的 那个petition 就是 当然 那个主要的几位 是西方的 西方的 女的 女的 女泥 也在Tencent 泡沫 Tupin Chodron 这一些的 包括也是 那个团体里面的 其中一个 那个比丘女呢 也 就是呼吁 自己的团体 必须要有一个 叫做 独立的 那个 调查 调查 这整个事情 不能够随便 就是说 就是因为 领袖说 我相信这个人是真的 他不会发现错 而且我知道说 那个petition的事情 出了之后 有关的团体 也发了一个声明 说停止 所有的教学活动 暂时 所以这个是一个 好的成果 好的开始 对 好过 就是 我记得 好过 就是之前 比方说 缩小人不缺的 那个 Rick Barr的 那个事情 他就说 他去闭关了 也好过 也好过 其他 有在进步骤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 之前也有 另外一个也是很高调的一个宗教领袖 也是因为这些丑闻发生的时候 他也是 闭关了 就是闭关了 那么 我当然没有办法去评论 这个闭关到底是真的闭关呢 抑或是策略上 就是公关策略上的一个 避难 对 的一个做法 不过 换句话说 所有的这些改变 不能够 我们觉得就不能够只是从上 或者只是从下 都是 多方面的 那个 假如用回佛教的 那个 因缘 就是因缘 撞在一起 这个东西才有机会出现 就好像泽中刚才都讲了 大前提必须是要有民主 人权的素养要够 这一点 你必须要有现代人的认知要够 才可以 而且佛教的那个界 如果没记错的话呢 应该是要跟当时当代 当地的那个法律 是要结合的 就是 而且也不能够 违反那个地区 那个国家的那个法律 所以我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对大部分佛教徒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OK 那么刚才我们就谈到了 就是吃了 那么当然呢 更容易看到的就是 当 这些 内部有丑闻 或者外面受到这个 妇妇外道冲击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就是 也很容易 就是我们的三毒里面 其中一个也很容易被激发的 应该就是撑了 撑 就是愤怒 OK 愤怒的其中一样 就是我可以看到的 就是当 教界内 有丑闻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简单 就是那个 丑闻当事人 的那些 土地 信众 自然的 就会对 所谓的 受害者 就会给予 就是很大很大的 那个愤怒了 就是那种 几乎是 仇恨了 就是有 就是这个人 差不多好像是 杀父仇人 所以你见到他的时候呢 所有的最恶毒的 那种话 最恶毒的那种行为 对表现出来 都有办法表现出来 OK 而且很奇怪 就是说 这些所谓的 老师的学生 一方面说 这个人可能有精神病 可是 即便是他知道精神病 他还是会大骂 用一些很 很肮脏的话 来骂对方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一方面表现 慈悲 你是因为精神病 所以才会 误赖我的老师 跟你犯了这个事情 其实根本没有做过 尽管做的还不错 反过头来 他对这个有精神病 就大骂 出口成章 我觉得 这是很矛盾的地方 他们的愤怒 便是很 很扭曲的愤怒 这个愤怒 还包含了一个 双重标准 对 是很扭曲的一种愤怒 而且就是 假如 假如那个人 真的是 精神病的话 假如真的是 就是你要有证据 假如这个人 真的是有精神病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 对他生气了 对啊 就是 就好像你在街上 假如真的是 遇到一个 有精神病的人呢 在用一些 很不礼貌的话 来问候你的父亲 母亲的话 那么这个是 你 你会避开他 OK 或者你 你会绕道 或者呢 因为他只是用 那个话 所以 但是你 应该 正常人是不会 对一个 有精神病的人 是 真的是 真的是动气 动气 我一个感想 是 我觉得 呼吁大家 包括佛教徒 不生气 是完全 不太可能 每个人都有 都有成恨心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生气要生对地方 你应该生气的是 如果你的老师 是一个许为的人 外面是这样的 一个样子 一个服装 里面做的事情 却是跟他的外相 不符合的 然后有犯弃的事情 可是你 你应该生气的是 这个老师 为什么骗你骗了那么久 而不是对那个受害者生气 所以你生气过后 你要懂得消融 你的这个怒气 那个爱客 你要修支配观 OK 我觉得你适当的 正确的生气 你还是应该要生 所以佛教徒 我鼓励他们正当的生气 不要说不要不生气 因为你已经讲 一个人只讲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反而自己会越来越气 所以我觉得生气 生对的地方 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健康 而且我看到 一些佛教徒 假如是面对外在的 所谓复佛外道的冲击的时候 同样的也会 好像刚刚说我们讲 就是内部的 当然是有精神病的 那么有时候 见到复佛外道的时候 我也发现到 他们会很断章取义的 批判一些罪名 给对方的 而且为什么我说 会断章取义呢 因为批判的罪名 我们从一个局外者来看 是非常非常的不小心的 我曾经有见过 就是有人讲 就是复佛外道 你用他们的方法 就是有些人 就是用了之后 会神经病 会精神错乱 其实我一听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 我心里面是 我先讲 我是笑的 我说因为 因为佛教界里面 也有一些人修行 也是会有出现 有精神状态 也会有这个 那么是不是佛教 本身修行的方法 有问题呢 所以这个是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我觉得 发表这个言论的这个人 我相信 他看其他的事情 只要不是修行的 不是复佛外道 他看其他的外道 他的这个心 他的这个愤怒 不会这么快 我觉得他会讲 这一个话 是因为他真的是 愤怒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 是很冲动 你讲了一个话 人的问题就是 你讲了一句话 过后 你要合理化 你讲过的这句话 然后你就开始会认为 这种愤怒的这种 被扭取愤怒 是一种很错误的观点 也就是说 只要你不是我 真心这一派的佛教徒 你的修正 不是佛的修正 你的神通 不是佛教的神通 你的 你什么境界 通通不是佛教的境界 换句话 这个跟那个 一些外 一些所谓的 外道的信仰 基督教 比如说 信者得救 我才是神的子民 你不是的话 你怎么样的话 一定会下地狱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分别 有一个疑问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内明之道 这么正 那那些人呢 修的是冒牌的 或者是不正当的 一个人最合理的反应 应该是怜悯 可怜 为什么会生气 至少有同情心 因为生气 一定就不仅仅只是怜悯 也是恐惧才会生气的 我还觉得说 生气不是问题 你合理化那个生气 你把它自己的生气 当作一种慈悲对方的表现 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生气呢 它延伸 它可能是一种 攻击性的言论 它会扣罪名 第二个是它双重标准 那双重标准还分别是 自己教内的人 做同样事情 它会抹视 或者是那些 势力比较大的其他宗教 它不敢去碰击 它只会挑一些软的小的 势力挑软的资奥 它其实就是出现了一种 很矛盾的状态 对 其实无名火 其实我认为刚才 郑月兄所讲的 因为之前 某一个派别的丑闻 当丑闻的女士组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所谓的类似 因为他宣称他不是官方的代言人 但是他又是所谓的代言人 他是最高的床口 他用这句话 那么他是合理化 就是说他合理化的思维 是有一点点恐怖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信徒很生气 一定要让他的愤怒 有一个管道 有一个管道 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最安全 最合乎的做法 佛法的那个做法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是有点恐怖的那个地方 是 OK 而且当然 从这个吃 从这个撑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 其实在面对着 富佛外道的冲击 还有内在那些丑闻的冲击的时候 也是有贪的 当然这个贪不是他要希望在这个里面可以得到些什么东西 但是贪有些东西他放不下 对 就是 怎么讲 就是说 他的一些 宗教上的一些声明 一些声誉 OK 他的面子 OK 就是 我们的这位大师怎么可能可以犯这个错 所以我要想尽办法 就是要 告诉人 其实就算 就算有可能是 讲一些不符合逻辑的话 OK 甚至可能有些 或者可能有些人还会用骗 就是说 我是为了 就是要保护 这个佛教的声明 这个声誉 所以呢 我才这样做 这个东西叫做方便 而且我觉得是贪做 也很细微的 一个烦恼 就是你贪求自己的安全 其数是其 不敢跳出来去 从外面看 看里面 反观自己 反省 反省自己 这个是另外一种谈的 一种表现吧 我想 所以我觉得是 其实我们这一期呢 就是 有最早的那 就是之前有讲到 就是外在的 就是心灵法门 对正统佛教的这个冲击 谈到呢 就是 藏传佛教界里面呢 又有另外 一单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信丑文 然后现在我们谈到第三个 就是我们内在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佛教本来就是修所谓的内鸣 就是我们要从这些事件里面呢 学会就是自我 自我觉察 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起心动念 你的那个贪神痴 种种就是千丝万流 千丝万流的那个 什么甚至有可能 千与法而动全身的这种 这种交织 这个贪配打那个秤 配打那个吃 然后再配打另外的一个贪神痴 种种的这种 这种纠结呢 是一个不小心 我们先不要讲 下一世我会轮回到哪里 这一世我们的思维 就已经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去了 对 在这一世的时候 因为被这个东西纠缠着 对 所以怎么样从这个佛教内部的丑闻课题上 得到自由 怎么样从这个父佛爱道的课题上 得到解脱 是我们这个佛山论见的责任 我还是一个问题 很领赏的 刚才我提过的 有很多老师和教派领导人 没有办法解决千多年以来的制度 你连制度都解决不了 你脱力论退了吗 是 我觉得佛教界里面有另外一个轮回 佛教界讲轮回的时候 讲外面的整个大全世界轮回 可是不要忘记佛教界里面有一个 更严重的轮回 需要自我去超越 这个是佛教界必须反思的地方 对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教界那个丑闻的时候呢 基本上的那个反应 其实是一种轮回的 就是有这个反应的时候 首先就是先否定 否定了之后呢 然后再骂对方 再拖一些时间 再拖 然后再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轮回 然后讲对方是神经病啊 无赖啊 OK 然后呢 在面对复佛外道的冲击的时候 也是一样进行同样的那个轮回 假如我们用回马来西亚的这边为例的话呢 就是当我们一旦知道有复佛外道要过来的时候 就要去 我大概知道那个轮回样子 第一个去找内政部 第二个去找某某种会去投诉啊 还是 OK 然后呢 就之类的 那么所以 这个轮回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呢 假如这个轮回一直不断进行的时候 那么复佛外道的那个影响是越来越小的话 或者那个怎么样的话 或者这个轮回是就是你越轮回就越高啊 就是从 从轮到 对对对 到什么道 但是假如不是的话呢 这个就是要反思的地方 而不是继续的在用我们的探生吃 去保留一个莫须有的一个 美好的假象 对 好 这个就是这一集 给大家回去思考的地方 小心 无名和爱染 懵懂和排他 就这样子出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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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